政府上個月起在14個廚所事行垃圾徵費 善行善事計劃會在這個月底結束 環境及生態局星期五向立法會提交報告 報告說市點群組領取免費指定袋的比率 有大約8至10成 但在使用率方面 公司營住宅和三毛大廈就只有大約2成至5成多 院舍、食市和政府大樓等基於管理層要求 一般都全部合規 商場的使用率亦都有大約7成 部分試點垃圾棄置量減少大約1至2成 亦有部分試點沒有明顯變化 報告還訪問了750個持份者 有著會認為計劃擾民和指定袋收費過高 亦都擔心實施計劃之後 可能會多了人亂拋垃圾影響維生 建議取消徵費計劃 或者不要在8月1日推行 亦有清潔及前線員工反映 工作量增加及變得複雜 需要很長時間了解及適應 有清潔工人說 實施垃圾徵費之後 不會從事清潔行業 政府下星期一會到立法會 交代垃圾徵費的未來路向 ในgr docs 協力 貶 貶 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